我认为如果网络上有人跟你说 做个人品牌很容易的话 那他绝对是在骗人的 嗨我是Zoe 今天呢我想要跟你聊一聊 打造一个成功的个人品牌 需要具备的三个重要的心态 那这些内容呢 也有收入在我最近出版的新书 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义 这本书里面 所以你也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里 找到更多的内容跟连结 第一个要具备的心态就是 绝对绝对不要只是为了赚钱 而来做个人品牌 现在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个人品牌 那他就像是微型创业一样 可是呢首当其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主题来作为你的个人品牌 我自己认为呢要做个人品牌的话 就一定要选自己有兴趣的主题 不然呢你就继续做你的正职 继续做你的朝九晚五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特地花你宝贵的下班时间 来做一个你没什么兴趣的事情呢 问题来了很多人呢想要做个人品牌 就是因为想要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那他开始来做个人品牌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 那这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就会去选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或者比较快速可以赚到钱的主题 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先退一步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一定要在热情跟面包之中二选一呢 这样的思维是从哪里来的 你可能马上就觉得说 嗯但是我的兴趣是画画 画画本身要赚到钱就已经蛮困难了 那就算赚到钱的话呢 可能又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 所以对现阶段的我而言 我或许比较适合先从联盟行销这种 可以先开始赚钱的主题开始吧 可是说到这边你不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吗 如果说你这么缺钱 那现在赚钱又是这么急的一件事的话 你为什么会特别选择用个人品牌来翻身呢 做个人品牌就像是成为一个知名的部落客一样 他是需要花一定时间去累积知识 累积财富 而且累积声誉的 所以就逻辑上来说 个人品牌就不会是现阶段最适合你 或者是对你来说最有效益的一个赚钱的做法 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话 我们直接去找兼差 找打工 或者是去做直销 似乎都是一个比较快可以赚到钱的方式 因为呢你去便利商店打工 你至少每个小时都还是有时薪的 但是呢来做个人品牌的话 你不只前期可能要自掏腰包的去学东学西 去架售网站去买器材之外呢 你前三个月可能都不会有一毛钱 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做个人品牌 我相信呢你一定是有一定的愿景理念想要去完成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真的决定要做个人品牌的话 我认为呢你第一个要有的心态 就是你要告诉自己 热情跟面包是可以兼得的 热情跟面包是可以兼得的 毕竟没有任何一项科学证据可以去证明说 你不能把你喜欢的事情变成事业 或者你不能用你喜欢的事情赚到钱 那这个呢就会是不科学的一个迷思嘛 所以理性一点的话呢 我们需要回头来面对还有想一想 那你现阶段没有办法用你喜欢的事情赚到钱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你的能力不足 可能是你还没有行销的一些经验跟技巧 那这样的话呢能力不足就去补技能嘛 没有行销经验的话就开始学着毛遂自荐 我相信呢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慢慢累积 变成业余变成专业 然后开始为你带来收入 广告时间 如果说呢你对经营个人品牌或是自媒体感兴趣 我现在呢有一套四天的线上免费课程 在这四天里面呢我每天会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教你经营个人品牌常见的错误 品牌变现的方式 以及如何找到你的热情还有建立价值 如果说呢你对这套课程感兴趣或想要了解更多 你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里找到课程的报名页面 广告结束 其实我一直都相信做个人品牌呢 赚钱绝对是一个附加价值 如果我们一直把目标跟目光投射在附加价值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虚无而且也很不踏实的一个经营策略 它就会让你看起来很成功 但是呢实际上很空虚 第二个重要的心态呢就是比被看见更重要的是累积 在个人品牌经营的初期呢你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流量没有人看或者是没有人追踪 但是呢所有人其实都是从粉丝数0开始建立起的 所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有一点心理准备 它是一条必经之路 而遇到这个情况最怕的就是你心急 因为你心一级就会想要找捷径想要投机取巧 你可能会去花钱买战术买追踪 或者你可能会去接一些跟你的主题根本就没有关系的业配 但这样不仅吃力不讨好 可能还会让你的品牌掉心走歪 因此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 在前期你的品牌你的频道还没有什么人气的时候呢 其实你所做的一切你所有的内容所有的作品跟铲除都是一种累积 累积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威力 任何事情呢只要有累积就会有分量 我觉得在现代人的注意力如此短暂的年代呢 坚持下去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好消息是只要啊你愿意坚持下去 你其实呢就可以赢过大部分的人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那只要你的作品还不错 其实你就会慢慢的开始有分量 而且累积久了的效益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容易越滚越大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小提醒 就是累积它跟习惯一样是双向的 所以你的内容好你的内容做的不错的话呢 你累积久了就会有这方面的权威 还有大家会认为你开始是这方面的专业 因为你都在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呢如果说你做的内容不怎么样 或者没什么意义 对观众没有什么帮助的话 这个东西累积一久啊 它可能会成为的就是一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再买第三个很重要的心态呢 就是在放弃之前 其实你都不算失败 我认为如果网络上有人跟你说 做个人品牌很容易的话 那它绝对是在骗人的 想要真的靠自媒体赚到很多钱 并且持续获利 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怎么容易 你才需要为自己打一些强心针 而不是呢遇到一点点障碍就想要逃避 想要退缩或想要放弃 美国的俗艳里面有一句话说 I win or I learn but I never lose 你其实啊是可以在你还没有make it 还没有成名之前呢 把你的个人品牌当作是一种业余的进修 因为这样呢你才可以做得比较开心 比较容易坚持下去 而不是呢遇到一点阻碍或者成绩 不如预期的理想 然后呢就会想要开始放弃 我知道后来看这支影片 你绝对是非常上进的 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很在乎 很有企图心才会这么的用力 但我觉得啊 我们其实在这边可以换个角度想 经营个人品牌 它的成长曲线会有一点像是 美国的股票S&P500的那种 你其实不管怎么做 都是在往上涨的 只要你持续的进行并且不停滞 就算呢做错了几件事情 它的指数下跌 但它对你而言呢 依然是非常有利的线索 可以让你再次攀升的时候更有方向 所以呢阻碍绝对不是结局 它是下一个跳跃的开始 或许呢用这样的心态来想 你就可以更容易的坚持下去 如果说呢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我也想要邀请你多多支持我的新书 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义 那这本书呢它现在啊 在伯克莱成品金食堂的各大书店都买得到 我今天的内容呢是有点算是截取书里面的内容 去做延伸的补充 所以书里面有更完整 关于经营个人品牌的我的心态 还有我的看法以及我的技巧 那假如呢你读完这本书之后 愿意跟我分享你的读书心得的话呢 也请你多多使用 hashtag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义 分享给我那我才看得到 我才可以帮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请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那如果说呢你还有任何关于这类主题 想要看的内容 也欢迎你直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想要看什么主题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